大不狂嫌肥腹 保護牙齒好重要 蓋化脫鈣卻傻小搞不清楚 還說我發現很多貓貓都分不清楚 蓋化還有脫鈣 因為我們每次上網找發現 你說牙齒 可是我發現 好像大家會分不清楚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對啊 那我們到底它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你怎麼說 其實我也不是兒童牙醫 所以我初淺的認識 脫鈣就是 表示你的這個 可能有一些髮膀質的脫鈣 所以就是髮膀質有脫弱 就比較有可能 接下來會有蛀牙的問題 這個蓋化 我在想會不會是牙齒的濕 那一樣 其實因為牙齒的濕裡面 也常常都蛀牙菌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有可能造成牙齒疾病的風險 不過我比較在意的是 很多人聽到牙科醫師跟他說 你小孩牙齒脫鈣 那我要補鈣 我想那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脫鈣只是告訴你 你牙齒的保健要開始做 而且你要定期來追蹤 至於你補鈣是補不到牙齒 它都已經長出來了 你補它幹嘛呢 而且更何況 也沒有任何研究告訴我們 你補鈣 你的小孩牙齒就會健康 所以這兩件事 其實是完全脫鉤的 所以要注意清潔嗎 然後定期 除了清潔之外 定期給兒童牙醫塗佛 或是你平常就用 稍微含佛的牙膏 一點點米粒大小 幫孩子做牙齒的清潔 來接